Hello 大家好 今天欢迎大家收看关于统计学中的hypothesis testing的基础演讲 在这个演讲里面 我就会教大家用hypothesis testing去解答世界上的一些问题 比如什么呢 比如这个电池是不是真的像一些生产商那样有那么好用的呢 比如一些新的药究竟是不是真的比起旧的药是有效的呢 比如男生和女生对于巧克力的喜好有没有分别呢等等等等 其实hypothesis testing是一个很强大的工具 它可以帮助我们用样本数据去推断一个母体参数的情况 那我就会带大家去了解一下hypothesis testing的概念 执行它的步骤 然后它有什么假设 还有是怎么样去解释它 还有有什么错误会发生的 所以就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这个演讲 首先我们就讲一下什么是hypothesis 其实它是对于一个母体参数 或者它们之间的关系 要作出一个有根有句的猜测 所谓参数就是关于它的母体的一个数值特征 譬如平均数比例或者标准差等等 譬如你就可以有一个hypothesis 就是说一班同学的平均身高是170cm 或者是一个班级的女生比例是60% 其实我们的hypothesis可以基于以前的数据 或者一些理论的模型 或者一些实际的考虑形成 然后我们的hypothesis 就是会用一些样本数据 或者统计方法去进行检测 但是我们究竟如何可以检验到这些hypothesis 那我们如何知道猜测是对还是错呢 那我们就要继续收看下去了 好 接着我就会说一下 什么是hypothesis testing 其实一个hypothesis test 就是一个用样本数据去评估 hypothesis的程序 其实一个hypothesis test 是涉及两个互相排斥的hypothesis 一个就是nowhypothesis 另一个就是alternativehypothesis 和nowhypothesis 我们会用h0去表示 就是对于现状或者一个物愿的假设 我们就会先不正常情况下 是会假设它是真的 除非我们是有足够的证据去反对它 简单来说 它通常都是一些历史的数据 或者一些人的声称 或者是一些产品的规格 我们其实就是想去挑战或者检验一下它 相对来说 这个alternativehypothesis 我们会用h0或者h0去表示 它就是和nowhypothesis 是完全相反的程序 我们就想找足够的证据去支持它 是的 在这个例子之前我再说多一点 譬如 nohypothesis 可能是同学的平均身高是170cm alternative 可以是他们的平均身高不是170cm 或者大过170cm 或者矮过170cm 就视乎你想研究的问题而定 所以 这个alternativehypothesis 就是反映我们对这个母体参数 是有什么还议 或者是你信不信得过它 好 然后我们就会看一下一个 我们接下来也会用的例子 假设有一个生产商 就是声称他们的电池 STA101 平均寿命就是500日 至于标准差就是25日 你现在就是这个电池的买家 你觉得这个声称是摧大了 所以我们就想检验一下你这个主张 因为你没有一个好的理由的话 你就不可以解药了 那我们就看看什么步骤 第一步就是我们先用文字 清楚定义什么是随机变量和参数 随机变量是x 那就是这个电池的寿命 至于mul就是它的平均寿命 然后我们需要清楚陈述 就是这个now hypothesis和alternative hypothesis 那now hypothesis就是h0 就是mul真正等于500日 因为这个是个厂商自己说的 然后alternative hypothesis就是mul小过500日 因为我们有些怀疑它这个平均寿命根本不够500日 但是我们是怎样可以决定哪个hypothesis 是更加有可能对的呢 那我们是怎样可以衡量支持或者反对 这个now hypothesis呢 那我们就要继续看下去了 好 那接着呢 我就会讲一下如何进行这个hypothesis test 那其实呢 我们就一般来说就有六个步骤去做的 第一个呢 就是先用文字呢 清楚表述回随机变量和参数 下一步呢 就是讲清楚now hypothesis 和alternative hypothesis 和之后会讲的显著水平 然后呢 我们就要诚述和检查这个hypothesis test 它有什么假设的 然后呢 我们就会计算它们的样本统计量 检验统计量 和pvalue 都是之后会讲的 那最后呢 最后呢 我们就会作出一个结论 那么 根据pvalue和显著水平呢 我们呢 就会拒绝h10 又或者呢 不拒绝它的 那还有一个原因吧 那最后的一步呢 就是作出一个解释了 那我们要就回个问题的背景呢 去讲回这个结论究竟有什么实际意义的 好 那接着呢 就讲一讲呢 究竟呢 一个hypothesis test 是有什么假设的 对了 那其实呢 就每一个hypothesis test 都有一些假设我们要满足的 这样才可以确保到呢 它的结果是有效的 那 那其实呢 就视乎我们要检测的类型啦 那 那样本的数目啦 那 和呢 那个 参数的种类有什么不同的 那 那 通常这些假设呢 就会是有关呢 抽样方法 或者是 那样本大小 或者是 没有看自己的分布的 那 那 在我们进行检测之前呢 就一定要 清清楚楚 讲清楚 以及 检验清楚 这些 这样的 假设的 那 那 通常我们常见的假设呢 就会有 随机抽样 静态分布 这个 这个是独立性 和有足够大的 样本大小的 好 那 接着我们又再用回 同一个例子 看看呢 有些什么 是我们常见的假设呢 好 这个呢 其实是一个单样本的 Z 键定 就是 for这个 min 平均数的 那我们呢 就会有以下的假设了 好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 有兴趣的母体里面 就要找到一个 n 那么大的 随机样本 然后呢 最重要是这个 母体标准差 Sigma 是已知的 才可以用到 Z 键定 然后呢 就是和我们要 确保 样本大小 要至少有30 又或者呢 是个 随机 变量的母体 本身是正态分布的 那我们怎么可以 询回这些假设呢 那 第一个了 第一个你可以 其实可以看回 那个 嗯 样本呢 是怎样收集回来的 那 然后第二个呢 你就可以 看回 那个 製造商给你的 资料 然后第三个呢 都是你可以看回 你的样本大小 又或者你的 样本分布的形状 像不像 那就可以检测得到 那如果这些假设都符合的话 我们就可以继续下一步 如果不是的话呢 我们就可能要 选个另外一种检测方法 又或者调整一下 你的 验定统计量 好 那接着我又说 什么呢 是这个 验定统计量 Test Statistic 和P-Value 那其实呢 这个 Test Statistic 就是一个标准化了的直力 那它是用来量度 是个 Sample Statistic 和 Now Hypothesis Value 中间呢 那个 距离是多少的 那就是说的 水分有多少 那其实呢 它是似乎 你的 Hypothesis Test 的类型 样本数目 和 那个 参数的种类 有些不同的 那其实呢 通常呢 我们是 假设了 Now Hypothesis 是对的情况之下 那其实 Test Statistic 通常都会 跟回一个 已知的分布 通常都会是 Normal 或者T distribution 或者其他的 那以刚才的 例子为例呢 那就是一个 是 One Sample的 Set Test 以及 你就是在计算的 那就是 那接着呢 P-Value 那它呢 其实呢 就是假设了 Now Hypothesis 是真的情况之下 那究竟呢 这个 Test Statistic 是有这么极端 或者更加极端 的 可能性有多少 那 其实呢 这个 P-Value 就会视乎 刚才说的 Test Statistic 它的 Distribution 以及 Alternative Hypothesis 那个方向 因为 这个是理定的 刚才有说过 小过大过 或者是不等于 其实呢 这个 Test Statistic 和P-Value 都是可以透过 公式表格 或者一些 电脑科技 计数机 的方法 计算出来的 那 但是它们呢 究竟有什么 意义呢 又或者是怎么帮助 作出计定呢 我们继续看下去了 好 那我们又回到这个 例子了 这次呢 有30个 样本 它们的 Sample Min 就是490日 那我们呢 就继续想做这个 Hypothesis Test 那究竟 Test Statistic 和P-Value 是多少呢 好 其实呢 就因为 刚才说了 它是一个 One Sample 的Set Test 所以 Test Statistic 的公式 就会是 X-Bar -Mul 0 -Sigma -N 其实呢 X-Bar 就是个 样本平均 Mul 就是Nul Hypothesis 的数 然后Sigma 就是个 母体标准差 至于N就是你的 样本大小 那你把这些数字 放进去之后呢 我们就会计得到 这个Set 大概 就等于 -2.19 至于 Alternative Hypothesis 刚才我们已经定了 就是Mul 小过500 所以这个是一个 Left Tail的Test 就是左边尾巴 减定 其实呢 这个P Value 就会是 我们下班有的 就是 Standard Normal Curve 在左边 计算一下 Area 就会比Z 等于-2.19 还要再小 计算一下 就计算一下 我们就计算到 0.0142 但是代表什么呢 好 大家可以在这个图上看到 你看到一个Standard Normal Curve 这里呢 就会有刚才我们的 Test Statistic Set 就小过-2.19 就是这条红色直线 表示了出来的 至于左边 这个阴影区域呢 其实就是 P Value 发生的那个情况 那么 那个Probability 就会是 0.0142 那 所以呢 意思就是 在 这个 武体平均数 是升呈500日的情况之下 你就会有1.42%的机会 计算到 你的Sample的Sample Min 是小过490的 其实这个机会 真的相当之小 所以其实呢 我们都可以 推测到 这个 武体平均数 是500日的 这个假设 都有可能是错的 但问题就是 那怎么才为之很小呢 我们是怎么去决定呢 好 那我们是怎么去做这个结论 和解释呢 好 那 其实呢 我们的结论呢 是根据P Value 以及 Significance Level 去决定 会不会reject 这个No High Prophices Significance Level 我们用Alpha去表示 它就是 其实呢 就是一个 事先 我们已经决定了的 机会 就是 我们呢 肯接受 去承受 Type 1 Error的 最大机会 那 什么是Type 1 Error呢 就是 当 No High Prophices 是对的的时候 呢 我们错误地拒绝了它 那这个就是 Type 1 Error 那 然后呢 我做回 结论的规则呢 那 其实 其实这个 Alpha 通常我们都会 拿0.01 0.05 或者0.1的 那 然后呢 我们做这个结论的 规则呢 就是 如果呢 P-Value是小过Alpha的话呢 我们就会 reject了 H-link 那 即是代表 我们有足够的资料 足够的证据 去证明 我们的Alternative Hypothesis 那 就反过 如果呢 它是大过 等于Alpha的话呢 呢 我们呢 就不能呢 reject 这个H-link 那 即是呢 没有足够的证据 去支持我们的Alternative Hypothesis 那 那 记得要说清楚 你是用哪个P-Value 和Alpha 那 那 这个解释呢 就是提醒大家 用回人话呢 去说清楚 你的结论是有什么意思的 那 回答回 你一开始的研究问题 你一开始研究的那些 资料的文字 就不要用数字 那 记得说清楚 什么是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和practical significance 那 statistical呢 就纯粹是说 那件事发生的机会率来的 然后呢 practical呢 就是说 实际上呢 它在现实世界有什么意义 或者有什么用途的 那 那 我们在解释的时候呢 都要记得呢 承认回呢 是有机会计错数 或者做错决定的 因为 除了刚才说的Type 1 Error呢 还有一种叫Type 2 Error 那 Type 1 Error 刚才说了啦 那 Type 2 Error呢 就是呢 当我们呢 是 No Hypothesis 是错的时候呢 我们又没有解释到 这个就是Type 2 Error了 那我们呢 就是 错误 漏了 去解释它啦 那 之后呢 就 我们会叫它做Beta 就 通常都很难计 因为我们不知道嘛 那 反过来呢 呢 我们也有个Power 就是呢 当呢 No Hypothesis 是错的时候呢 我们是正确地解释它 那就是做得正 所以 它的Power呢 就会是1-Beta 那我们当然觉得 是越高越好的 那 不过在这一版呢 都提醒了大家呢 就是你Type 1和Type 2 Error中间 是一定有取写的 如果你想 一个Error少一点 另一个呢 就会多一点的 那除非呢 你可以呢 提高 原本大小 又或者呢 你将你的整个 測试是改了的 那 所以呢 你在选择Alpha 和 原本大小的时候呢 你就要考虑有什么 后果的 那因为呢 会影响到 你收集到 资料的可行性 那 那最后呢 我们也是用这个例子 去讲一下 如何做结论和解释 好 那 答案啦 那我们一开始 前面已经计算了 那个Set 是-2.19 至于PValue 就是0.0142 那这次呢 就有题目 选择了 Seliphanes Level 就是0.1的 那呢 我们的结论呢 就是由于PValue 是小过0.1的 那我们呢 就有 就会reject了 Nel Hypothesis 那和我们呢 就会有 足够的证据呢 去支持 我们的Alternative Hypothesis 就是呢 就是呢 平均寿命呢 是少于500日的 那样呢 就是 代表呢 那个製造商 声称的 500日平均寿命呢 就非常之有可能是错的 那你就可以有一个好的理由呢 就不和它签约了 好 那最后了 我们呢 这个Hypothesis Testing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统计工具来的 因为它可以呢 帮我们呢 用一些样本资料呢 去推测回 模型的情况 那我们今堂呢 就学了 做Hypothesis Test的基本步骤啦 那我们会在之后的课堂呢 就会更加 深入地讨论一下 每一个步骤 和有些什么 不同类型的检测 可以做的 好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今天课堂的 一个结束了 那希望大家呢 都学到一些有用 有实用的东西 那就多谢大家的参与 又是 一路 感谢观看